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来自生动一道特色 马加勾芹菜 又累又脆的脆的马加勾芹菜 我们先把叶子栽完之后 把它进行个清洗 把老的部位去掉 切完之后再用刀轻轻拍几下 全部拍碎以后 我们再把它改成段 这个段的长段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改大小 改到好之后的芹菜备用 然后把马加勾芹菜 把它全部放到冰水里 把它冰镇一下 冰镇要到三个小时 以全部卷出来为宜 卷好之后的马加勾芹菜 我们把水分控干 根据需求和价格来搭配颜色 然后进行一个装盘 下面我们准备吃水的制作 吃水的比例的话 全部打在饰品上方 大家可以点击保存 吃水的比例 我们做的一份 出品的话是一份的量 吃水调制好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进一个出品 这个出品 可以在客人上菜的时候 再进行一个交汁就行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 整体出品之后的效果 非常的有食欲 这道菜可以是寒春夏秋冬 都可以做一道非常有特色的一道 小凉菜 非常的简厉 也非常的酱血汁啊 酱血啊都非常的不错 还可以搭配泡好的虾蜜 火腿 请关注我 谢谢